Hello,大家好,我是明依哥 明依哥現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們泰山仁愛路 跟我們全新路的路口 也就是我們泰山的公有市場 對面就是我們的運動中心 非常漂亮,泰山的運動中心 那明依哥今天來這邊做什麼呢? 去年就有人反映到我們這個公有市場周邊的環境 那我自己來市場的時候我也發現到 每個人上下車的時候下雨淋著雨 然後拿著雨傘排隊 那以前這個地方後車亭只是一個很破舊的一個帳篷 我們把它改造成一個全遮雨的這種狀況 那今天呢,來要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這個情況 現在,今天正在施工 因為今天每個禮拜一是公有市場的休息日 那休息日,進出的人口比較少 我們就有時間來去施座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後車亭呢 過去在這裡所有的這個後車的人 排在這個地方呢 都淋著雨,拿著傘在排隊 那我們把它改造成現在這個狀況的情形之下 環境上面就改變很多 各位可以過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本這個人行道呢,是在水溝邊 人行道是在水溝邊 那這裡是水溝,是 我們把這個公車彎做出來 移到裡面 當時也很擔心說地下室開挖的問題 經過我們確定了以後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把這個後車停呢 我們把這個公車彎做好了以後 車子可以很順暢的進來 可以兩部車子可以停進來 停進來到這裡來 我們在這裡等車的可以直接從這裡上下車 那我的滴水線也拉到這個 路延時以外 所以在公車的車門 是完全在我們這個遮雨棚之下 所以呢 排隊不用拿雨傘 上下車也不用說上車還要撐雨傘 那這個做出來非常好 兩部公車的避車彎 加上這個鋪面整個改善 大家非常滿意 現在極端氣候 那早上在等車的人 就會面臨一個問題 因為上面是這個半遮陽的玻璃 半遮陽的玻璃呢 雖然它做隔渣有造型美觀 可是因為現在極端氣候 一大早都已經到三十四五度 甚至於提管溫度到三十七度 所以在這裡等車的民眾 陽光剛好射在玻璃上面了以後 玻璃頂上面透過玻璃的放大 這邊就跟烤箱一樣 非常非常熱 我自己來市場的時候 我也發現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積極的來改善它 今天正式施作 我過去在改造五谷公有市場 前面的後車亭 也是完全用這種方式 上面是人工草皮的方式 人工草皮呢 大樓看到了不會很難看 是一片綠色的屋頂 然後它的遮陽效果非常好 下雨又不會滴滴答答的聲音 所以目前剛好今天施作做一半 有施作的 看地上百分之百的陰影 這一半還沒有施作 下午會施作你看地上 我站在這裡就可以感受到 陽光打在我的臉上 就非常的視野 所以目前已經完工一半 我們會把它今天做完工 完工了以後 以後在這裡後車 下雨天不用撐傘 大太陽完全不熱 不會像現在站在這裡的時候 被太陽曬到臉上很不舒服 那我們也把這個椅子做出來 讓那些長輩在這裡休憩一下 可以做以前都做在樓梯上面 現在整個改造了以後環境改造 大家對這邊非常滿意 以前這邊還有兩個花台 都占掉很大的空間 所以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做說明 就是說我們把它改造了以後 這樣狀況 這是第二階段的改造 可以看到我們在這裡等車是很完整的 這支桿子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裡 我上次來的時候 在這裡邊 那因為在這個地方呢 公車切進來 車頭要提早拉出去 所以它停了以後 公車跟這裡會有大概 五六十公分的距離在 那我們把這個桿子 在上個禮拜 移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公車可以完全切進來 角度以後晚點出去 拉直到這裡 公車可以完全停在這個停車格 貼在這個地方 所以老人家就不用下坎 下這個坎了以後 再去上公車 它可以完全併進來 這個高度就可以直接上公車 非常棒 所以我們第一階段的完成 今天是第二階段的完成 第三階段就是這裡 這裡是無障礙坡道 這也是無障礙坡道 那之前因為結構上面 還有經費上面的關係 我們先把第一階段做好 第二階段今天會完成 第三階段就是這個地方 無障礙空間 我們也把它做成全遮雨遮陽 這一塊會把它做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輪椅或者是 帶著BABY 推著BABY的車子 都完完全全 不會淋到雨 不會曬到太陽 不會淋到雨 曬到太陽 所以明哥跟大家 今天來到現場 讓大家知道整個狀況 我們把它全線完成 好 所以在這個狀況跟大家做說明 希望我們把環境用得越來越好 這個我常在講 花錢是小事 這經費上面 我都完全是有我的配合款支出 包括今天第二個階段的工程 第三個階段 完全我來支付 讓每一個細節都用心規劃好 在這裡的人會有 會有強烈的感受 對 規則上 今天我們會把全部的工程完成 讓大家在搭車會很順暢很舒服 跟大家做個說明 我是明哥 跟我們泰山的鄉親做個說明 如果我們才能夠在一起 我們一些回頭 我們要排行 Male 好 我們來自排 我們來自排 是可以決定 我們來自排 我們來自排 來自排